好 台风来的时候风大雨大 有的时候会造成路数倒塌就很危险了 上一次莲花台风来的时候 台南不是发生了有椰子树压死人的意外吗 是否现在决定把所有的椰子树全部都砍光光 哇 议员现在就大骂说你这样有没有太超过啊 连椰子树都要株连九族啊 今天上午就找了很多人一起到有百年椰子树最多的生产路上面 来发起护树行动了 只是要砍光树当然是好意啊 利益良善说怕会对这个市民带来不安全啊 但是呢这个百年的景观就要放弃了吗 恐怕也是两难 这也是台南市的生产路 是百年历史的椰林大道 但多数的椰子树干都呈现中空状态 而且外观看起来已经腐烂不堪负荷 加上上个星期莲花台风来袭 发生椰子树压倒人的意外 市政府决定砍光光 台南市重要的文化资产 不要因为一棵椰子树倒掉伤到人 那么就因业费死 反而用出树的一个手法 把这些椰子树给断头 要砍椰子树 议员们强力反对 生产路上的椰子树都有百年历史 仓促砍树未免矫网过阵 召集民众展开互数行动 但台南市政府担心 如果台风再来 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上百棵的老树不砍不行 因为台风天椰子树压死民众 全台南市的椰子树就得砍光光 这样要是招牌砸到民众 是不是全台南市都不准挂招牌 这样种矫网过阵的做法 市民无法接受 中天新闻赖冠张网月方 台南报道